桃园市卢竹区红竹天幕篮球场呢 今天正式启用了 这是大竹地区的首座天幕球场 占地大约500平 赤字1536万 有了天幕球场 打球不怕日晒雨淋 一整天都能使用 可以提升使用率 而目前桃园共有28座天幕球场 未来还会继续建制 盛中文灿利落灌篮 为全新落成的红竹天幕篮球场开球 红竹天幕篮球场 原有设施老旧 加上位置呈现东西向 过去民众打球容易受到太阳光照射影响 市府次资1536万元经费 利用六个月时间完成天幕兴建 及球场设施改善工程 在卢竹大华国小附近 有很多国防部所留下来的眷改用地 那我们分别完成了 这个大华国小的这个扩建的方案 那么也今天设置了 红竹的篮球天幕 红竹天幕篮球场位在卢竹区大华街旁 高8.4公尺 面积约500平 是大竹地区的首座天幕球场 由于球场紧离马路 为了提升安全性 是否建置4公尺高围离 防止篮球滚落马路 另外也增加8座照明设施 让民众白天晚上都能安心打球 天幕球场可以不怕下雨 也不怕日晒 那可以让所有的运动人口 可以多元使用 那平均可以到达七成以上的 这个使用率 红竹天幕篮球场是桃园第28座 天幕球场 也是卢竹的第二座 未来是否将以生活圈为单位 逐步建置 增加民众的运动空间